这本书里面 其实这个报告里面 它其实不是讲风雨飘摇 它其实用的是叫做顶峰 就是逆峰 台湾的经济处于在一个 逆峰的一个境界 还它叫做那个什么 Chopping Seeds 就是那个浪很高 浪很急 也就是说台湾处在一个顶峰 就是一个逆境 逆向在飞飞机一样 另外就是像船 在一个二浪非常高的 波涛汹涌这样的一个境界里面 它是这样子在形容台湾 可是台湾人没有这种感觉 但是在外面的经济环境 可以看得到就是说 乌二战争就引起了全世界的 什么通货膨胀 物价上涨 因为包括农产品 包括能源 包括金属矿物等等 这些的供应链都产生了 重大的伤害 所以就造成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又引起美国的升息 联准会的升息 联准会升息的话 又影响到很多投资 包括股市 赛事 甚至影响到企业界 真的要实质上的投资的行为 所以为什么有那个 大家就会讲说 未来的2024年 是不是一个很平静的年 大家都在期待 是不是战争可以结束 你们美国跟大陆之间 是不是可以彼此握握手 能够多讲好听的话 希望看到你们彼此见面 是笑脸 硬人 可不可以彼此这样子 大家都在期待呀 因为这个对全世界的经济成长 是有帮助的 可是今天好像看不到那个影子 所以今天可以看得到 尾巴之间的冲突会不会再扩大 还不知道 还没看到要结束的样子 对不对 彼此之间都充满了仇恨 乌尔战争 现在虽然大家比较被 尾巴战争把它盖掉了 但是它还在打 对不对 然后美国跟大陆之间的冲突 那个半导体的出口管制 是越说越紧 这之间的冲突 并没有松懈的一个迹象出来 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全球的经济也许会比今年好 但是不会好的太多 我是觉得不会好的太多 因为它所谓好的相对来比 因为今天的经济已经往下 就是说成长率往下掉了 不是负成长 但是它的成长率是往下掉了 而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因为你的基数比较低 因为你的分母比较低 所以明年说不定 成长率会比今年要高一点 但是我个人的浅见 如果国际局势像这样子的一个 动荡不安的一个局势继续下去 这可能经济还是不会很好 因为我举个例子来讲 我看看我们今年 我们今年很好玩 我们今年看看我们行政院主计处 公布的数字 行政院主计处在去年11月 公布说预测今年的经济成长率会多少 是2.75 今年会2.75 可是到了 因为它每隔三个月会再修正 所以今年的2月的时候 它从2.75修正为多少 2.12就下降了 这是2月 然后到5月的时候呢 又下降了 又调到2.04 从2.12调到2.04 等到8月的时候呢 又再继续调 从2.04调到1.61 所以今年8月的时候 我们行政院主计处 预测今年的经济成长率是1.61 这是8月 可是中华经济研究院 在10月份的时候预测 不是1.61 它是1.38 1.38 那台湾经济研究院呢 它的预测是1.43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这个预测的事情 就是每下预况 所以今天包括IMF 包括一些国际大的一些组织 好像预测明年会比今年好 我心里是一直在怀疑 如果这种局势还继续下去 整个经济情况会不会变得比较好 我是不太敢讲 因为预测的事情就是预测 签投资协议 我是觉得是说 如果像德国 他很欢迎我们台积电 一高科技业者去投资 可能会签一些投资协议 其实投资协议并没有什么特别的 主要还是投资保障 投资保障 因为我们对外投资 总要在那个地方 对我们的投资有保障 其实我们最喜欢看的是什么 是什么 自由贸易协议 我们看的是自由贸易协议 因为一般来讲的话 一个就是投资保障协议 一个叫做避免双重课税的协议 我们到海外去投资会赚钱嘛 你赚了钱在当地国被课税一次 然后回到台湾又再被课税一次 就是双重课税了嘛 所以一般来讲 我们对外基本上都是要求 要签两个协议 一个就是投资保障的协议 一个就是避免双重课税的协议 这台湾跟外面的几个没有邦交国 我们都签了这个协议 而其实我们最期待的是什么 他都不敢讲 自由贸易协议 这个欧洲商会觉得是说 讲这些是原木求鱼 是讲的跟白讲一样 所以他干脆也不讲 所以他就讲的是说 希望我们能够签BIA 就是双边的投资协议 但是我是觉得说 也不一定要跟所有的 欧洲各个国家来签 说不定可以跟个别国家来签 或者是说欧盟整体 因为欧盟是一体的 他如果要签 也可以跟欧盟看看 他们自己有没有这个意愿 因为欧盟有时候 他会基于战略上的一个考量 他会基于整体的战略 战略包括外交政治方面的考量 他不一定会纯粹是从 经济方面的考量 所以这个方面的话 他可能要看欧盟自己本身 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兴趣 这个是我觉得是说 如果欧盟愿意跟台湾签 BIA那当然也很好 我们是觉得鼓励 但是终极目标 如果他能够有 这个自由贸易协议的话 那更好了 对 对不对 我们现在要跟各国签 这个自由贸易协议 其实是蛮困难的 那就更遑论说 我们要加入CPTPP 又或者是RCEP 对对 那是台湾之痛 台湾未来要面对的 经济的困境 这是两个大障碍 必须要去克服的 就是有关RCEP跟CPTPP 因为台湾的目前 全球都在面临的供应链的变迁 那台湾的产业呢 就是把产能就移到了东南亚 把产能移到墨西哥等地 那你把产能一步移出去的时候 你像断了线的风筝吗 应该不是 应该用到当地的投资 来带动台湾的出口 这就是台湾到大陆去投资 带动了台湾对大陆的出口 效应是这样子 能够带动台湾经济发展 可是因为RCEP跟CPTPP 台湾不在里面 所以台湾出口到RCEP跟CPTPP的 国家呢 我们没有享受到零关税的优惠 所以我们就可能会被断链 供应链就断掉了 他们就等于我们台商到 东南亚投资 供应链就在当地建立 它不会从台湾再去进口 这些所需要的原材料 因为我们的关税 出去的话会面对当地的高关税 可是RCEP 他们十几个国家 彼此之间是免关税 所以它供应链 可能就建立在当地 这就是会变成台湾的 产业空洞化的主要的危机 在这个地方嘛 所以为什么今天一直在 这个大选的候选人 一直在大声起呼说 台湾必须要加入到RCEP 台湾要加入到CPTPP 主要的用意是在这个地方 但看我们的政府 可能是比较想要加入CPTPP 没有想要加入RCEP 我们还有得选啊 对政府官员来讲 我们小老百姓只想问 我们还有得选啊 这个真的是让大家还蛮偷控的 CPTPP啊 RCEP我们政府是根本都 连动作都没有嘛 他没有把它列为 要去加入的一个政策里面嘛 但是他提出来的CPTPP嘛 但是我看那个CPTPP 也是偏偏老百姓啦 不太可能啦 因为CPTPP跟RCEP里面 重叠的这个国家呢 就有六七个在那里面 何况现在中国大陆 也要申请加入CPTPP 所以呢这个CPTPP啊 目前我看大概是 因为要加入这样子的一个组织啊 它有它的一个外交上 有一些政治上的一些考量 有一些政治上的考量 不是完全纯粹从经济 经济面来看 这个我以前就讲过了 因为大概二十几年前啊 我们那个时候要跟日本谈嘛 那日本呢他们这个外务省 就有一份文件出来嘛 说因为所谓的 自由贸易协定 本身就是一种具有高度 政治意义的战略性伙伴关系 所以呢他把跟日本 把台湾呢列为最后面 优先顺序最后面 要跟他签 自由贸易协定的一个经济体 日本就是这样子看待了 所以今天要加入到CPTPP 或者RCEP 基本上都有一些政治上的 考量在那个地方 所以今天台湾要加入到CPTPP 不能够只是一种 leap service 也就是说口会不死啦 就是说大家讲完了就没有了 实际上它有它的高度的 困难性在那个地方 所以今天怎么去破解这个题 候选人讲说 先把两岸的ECFA 先把它重新 先把它再恢复 主要的目的就是说 是不是能够找到那个 开启CPTPP或RCEP的要素 从去年9月到今年的8月 等于是整整一年12个月 这12个月我们的出口 都是负成长 到8月整整一年12个月 出口都负成长 到了9月份才稍微的变正成长 正成长多少呢 9月份的出口是成长3.4% 为什么出现3.4%的正成长呢 为什么 因为去年的9月 去年的9月开始出口衰退 赴成长 那你出口衰退赴成长呢 你的那个父母就比较低嘛 基期比较低嘛 基期比较低 所以你今年的9月呢 因为去年的9月开始负成长 也就是说基期比较低 所以到了今年9月呢 稍微情况好一点 它就出现了一个正成长的 一个现象出来嘛 这个原因在这个地方嘛 然后呢到了今年10月的时候啊 从9月份的出口成长3.4% 到了10月的时候呢 又掉到负成长4.5%嘛 所以那个只是昂花一现嘛 只是昂花一现 那因为出口占了台湾的 经济成长 经济发展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比重 因为出口是跟什么东西有关呢 又跟了我们的投资有关 出口会带动台湾的投资 像刚刚部长讲的 对不对 那出口再加上投资 再加上消费 这三只脚是经济成长 最主要的三只脚 而三只脚里面 有两只是跟出口有关 那出口是黑的 是负成长4.5% 那当然景气呢 国发会的景气的灯号 那个灯号呢 就又变成很忧郁的蓝灯出现了 蓝灯就代表很忧郁啊 其实蓝灯看蓝色的天空 应该是很开心啊 怎么会变得忧郁啊 但当然这个对策信号 是一个落后指标啦 因为它是公布10月份的出口 然后每一个月的月底 会公布上一个月的景色 所以国发会的说法是说 它是一个落后指标 大家不用担心 我们11月的出口 12月的出口都会好转 所以他认为蓝灯是昙花影线 他跟部长的说法不一样 他认为蓝灯是昙花影线 它有领先指标 有落后指标 也有是当期的指标在那个地方 那当然是有些是领先指标 可是呢 我相信啊 他讲说大概这个约份 因为这个约份已经快过去了 它可能从海关的数目字 大概可以看得出来 它大概会 因为今天是28号 所以大概前面20几天了 大概数字还可以看得过去 他有掌握到 那为什么又转正 如果又转正呢 因为去年的11月也是负成长 那个父母本来就低啊 对不对 那个基级本来就比较低啊 这是一个 第二个我要问的是说 你真的那么有把握吗 我通常都是啦 我这个人比较保守 我都要排翻出来以后 我才会相信 那到底是赢还是输啊 所以呢这个我也不太敢讲 那第三个我就要问国发费啦 你除了只会发布景气信号以外 你还会做什么 你要哪出个出口已经连续 一年多都是黑的 请问我们政府到底做了什么事 到底怎么样子去振兴我们的出口 我们政府做了什么事 我们政府什么事都没做啊 你看我们那个行政院主记处 从去年11月公布 今年的经济成长率 每三个月公布一次都是 我们如果学过微积分 叫做monotonic decreasing 就是单调的递减 也就是说你每公布一次 都是往下掉的 请问你政府做了什么事 因为你如果预测 未来的景气经济不好 你政府应该要拿出 因应措施出来啊 可是我们看看这一年之间 政府拿出什么政策出来没有 没有啊 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在想 问的一件事情就是说 你眼看着出口一直不断的 都是黑的 然后眼看着经济预测的数字 都是不断的往下调的 那为什么政府都没有动作呢 那政府为什么都没有动作 一个就是无知嘛 一个就是无能嘛 那就是只能够这样子啊 那就是只能够这样子啊 我说一个有为的政府 不应该是这样的 政务官也好 你今天事务官也好 你不能施味素餐啦 还是要拿出点办法啦 对 所以今天 欧洲商会他这一本的 Position Papers 这一份的建言书 提出了那么多问题 它形容台湾的经济 面临到逆风飞行 面临到波涛汹涌 惡浪 惡浪跌起的一个环境里面 我们政府做了些什么事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啊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艺生剧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艺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 克菲尔艺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艺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 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艺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 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 全校克菲尔艺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梅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oran ni随时不吝点赞 订阅 propaganda